如果歐洲只可以去一個地方 我會選巴黎 沿著蔡拉浦曼波 每一步都另外穿迷 我們來到巴黎最美的橋樑 Pont Alexandre III Pont Alexandre III 這些細緻的位置 例如杜金的扶手 以至模仿花環的鋼筋結構 都是非常精美的雕工 以至燈柱上面有背殼有樹葉 整個你覺得是一個用雕像用結造的植物 多於是一枝燈柱 燈膽也左右兩旁 我不知道它是模仿蠟燭還是花枱 這個留給你自己的理解 我覺得它同時適合兩樣東西 這個有一個借代 因為它是燈來的 需要有蠟燭 但它整個又是用花的結構來作為燈柱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花枱 BOTH 正前方的兩個雕像就是Commerce & Industry 看到是拿來把刀的 為什麼拿來把刀會跟商業有關呢 是因為法蘭西帝國在殖民地時期征服了那個地方才有商業 所以你看 挺寫實 甚至現實到一些不安 在那幾個石柱上最重要的就是那個金色的勝利女神雕像 我想爬上去撿一塊出來 可以賺回這次法國的女費了 喜歡買名牌的朋友都一定會來老佛爺百貨 所以就令老佛爺成為了巴黎的shopping勝地 以及今天的旅遊景點 老佛爺百貨的中庭裝修到好像歌劇院的觀眾席一樣 天花版的玻璃遙了新藝術主義去製造 它走坊了藍石藝術學校 找全法國最優秀的畢業生跟他們製造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今天來到老佛爺百貨 好像入了一條巨型的唐人街一樣 一開始老佛爺百貨不是買這些名牌的 它起家的時候是靠買一些大眾的商品 而且在露天市場那裡講價 現在搬到室內就可以賣貴一點 法國除了出名景點之外 當然就是它fine dining的文化 真正的高級餐廳廚師會根據你當日的氣息 量身訂造食材 你就繞合雙手體驗他們的飲食文化 我會點這個discovery menu discovery menu it's a surprise starters are main courses you choose later the dessert 他又看得出我零適喜歡吃甜品給我自己選的 this is for status special return number 4 number 4 the small one number 2 big one zero big one zero it's larger than my face 法國的山蠔比較清甜 不會有藍半球那種濃的鹹味 所以你不怕蓋住我山蠔的味道 法國的麵包果然是外脆內軟 你聽多次 我用錯刀 很尷尬 他剛剛收了茶牛油羅刀 給我另一隻 但他為了避免我尷尬 他全部收了 感覺上就像他收穩桌子一樣 挺貼心 之後大廚幫我選的菜都很滿意 連附近的裝修都很漂亮 窗外還有遊客在前面 除了美術和文化之外 法國在科學方面都很有成就 在我身後的建築就是巴黎的Pantheon 鮮燃殿 Pantheon原本是古羅馬建築 用來建擺神像 但他現在就用來裡面擺的不是神 而是對法國那麼多年來有貢獻的偉人 天文學家哥帕尼第一個發明日深說 以前人們以為太陽會圍著地球轉動 所以他在Pantheon做了一個模特兒 去解釋行星的運轉 你看他的Floor Plan是一個十字架的形狀 這是古代教堂常用的形式 但你不要忘記 他這個不是拜神國是拜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多重視法國自己的heritage 他們果然是充滿美學的民族 即使科學實驗都佈置得這麼華麗 半圓形的天花板是參考古羅馬神廟 填滿令人更乎密集恐懼症的玫瑰浮雕 而圓拱之間的環前面 就有油畫是描織法國核心價值 跟教堂一樣 正中間的圓頂分兩層 令你視覺上有往上穿透的感覺 這群偉人就好像在天堂一樣被你仰望 第一位偉人是Dennis 傳說中他在法國皇室面前拔了頭 但又沒有死 這個神跡驅使法國相信天主教 上古的歷史 像神龍士常伯草一樣 大家就不要深究是真還是假 不過看真點 這幅不是畫 是一針一線織出來的地毯 原路的藝術品 都是以法國的偉人使跡做主題 走到整個詩賢殿的最尖端 就是無可回教堂 朱祭壇後面的供奉聖母的位置 那裡擺滿政治家的雕像 為什麼要這樣神化他們 因為你今天所熟知的自由民主平等 其實是他們提議出來的 而桌上那本就是象徵性 法國以至全球第一本 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 而另一邊的保皇黨 你看到上面有幾個同軍的徽章 其實就是法國皇朝的國徽 但後來革命黨越來越激烈 他們要處決商人 監禁溫和的革命派等等 這些都受到保皇黨的反彈 因此就是兩派爭到頭破血流之下 慢慢平衡成為今天共和國的政治制度 所以先把兩邊的contribution都放在一起 你今天能夠記下旅行的影像 都要多得他 發明了攝影 可憐畫家畫到多真實都拍不上照片 所以索性抽離實物輪廓 集中畫光影的折射 朦朧的氣氛 將他推崇到極致 就變成印象派了 眼前這幅光影朦朧的就是幕內的瑞蓮 是他在骨圓博物館裡面最出色的作品 他將水草和壺裡面的倒影 幻化成一系列S字形的曲線 至於波浪就用螺旋形的曲線 去營造漣漪的質感 近看可以欣賞到幕內不足的輕重和混色 而遠看就是感受到整個池塘的光影 Paul de Jean他是立體派的始創者 相比幕內喜歡用曲線去表達情感 就是Sean喜歡把景物拉直變成平面 就由印象派過度去抽象派 先由這幅比較簡單的開始入手 立體派的作品是怎樣畫的呢 你幻想一下如果你把手指在眼前左右斬眼 你會發現手指在移動 一幅基本立體派作品就用這個想像做出來 而這幅就是Paul de Jean加了狂風素落葉的進化版 看完古董最後來一個當代的景點 這是第一代的現代建築 巴黎音樂廳 把古典的元素什麼裝飾或浮雕 全部剝走 就把裡面的空間移入 稱之為實用主義 但你不可以說它完全沒有裝飾 這裡就是半個小提琴的外形 而後面就像一個琴鍵的設計 建築跟香港的居屋差不多 但這就是第一代的現代主義 講求實用 到第二代 登登登就是這一棟 它是John Ovo的建築 用了一個很有靈角的設計 最頂的位置看到有一個扭曲線條嗎 其實那個是觀眾席 即是觀眾席的座位 做成一個螺旋形的設計 由上至下直至到看台 有很多不規則的曲線 然後你在外面可以看到觀眾席的輪廓 歌劇院的設計以鳥仔尼巢作為靈感 外牆上的密鋪圖案就像後鳥千載一樣 但看真一點 其實它整個外牆都只有四款密鋪圖案 純粹是由於不同程度的黑白灰 在陽光之下你就會覺得它很有動態 很有立體感 另一個特色是你們可以沿著那條樓梯 然後一直在の 然後要遇到屋頂 在裡面的燈光畫像猩猩一樣 放在鏡利看見我自己 走到這個位置就能夠把 現代主義初期和後年代主義兩載音樂廳一天看 cur not a long time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們又終結束了 只是巴黎明星多 當然不會看到的 我們下一集は 要和大家探討巴黎美景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